謝謝我們掌聲歡迎郭佳麟先生 我本來是想要現場斜扣 但是我的電腦似乎連不上這邊的頭影物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大家好 我是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我要講一個給網站開發者用的 TRAP-MVC框架 那我想要先知道這邊有多少人是 有寫過網站後端的 請舉手 太好了 那個TA是最的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 我的本名叫郭佳寧 然後我在網路上的名稱有兩個 一個是卡卡名 一個是eat race 然後我做了一個卡米狗 表現機器人 然後出了一本書 就是教你怎麼做卡米狗 然後我現在是 Line API Expert 然後我在五倍紅寶石做網站開發 那 卡米狗的話呢 他是 那個2016年10月上線的一個 聊天機器人 在那裡旁邊 那他的好友數現在大概是70萬 那他是用工人智慧做的 大家請注意是工人智慧不是人工智慧 那這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個 QR Code就沒辦法給大家找 如果要 加卡米狗好友的話 就是 請大家Google 卡米狗 就可以了 那這邊簡單介紹一下 卡米狗是什麼東西 就是 你跟他講話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 指令型的方式去教他說話 那這邊指令就是說 卡米狗學 分號 A分號B 代表說 我希望他又看到A要回答B 那我們 講了這句話之後 他就說好啊好啊 然後我們之後講A 他就說B 就代表他學會了 好 那 今天要主要要講的就是 卡米狗的設計 啊這個講一下 就是說 我做了一個聊天機器人嘛 但是我又做了一個聊天機器人框架 然後這兩個東西是同名的 就是名字一樣 叫做卡米狗 然後呢 我會跟大家講說 好那你要怎麼樣用這個套件 做出卡羅ーワー 做出tutu list 然後再 就是 再做出查天器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只有20分鐘 還好那個電話壞掉了 就不用給我 好那設計上來講的話就是說 啊這樣 再問一個問題啊 多少人寫過來法的 請舉手 哎唷 太好了 好那我的 我這邊就是因為要做這個框架了嘛 所以我就定義了一些我的需求 因為我想要用MVC的方式去開發 因為現在開發、Shitbot 全部的東西都跑到 那個Webhook 那個Controller裡面 然後就覺得說這樣子 我不是所有東西都寫在裡面就 很沒有結構化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那我有沒有辦法 同時做出聊天機械跟網頁 我想要他們可以共用Controller跟Model 那下面這兩個勒 後面的看得到最下面兩行寫什麼嗎 可以 這寫的就是說 未來希望他可以支援多個平台 通訊平台 然後跟他可以串接那個 比方說代表Controller之類的東西 那我是有留下這樣子的可能性 但是現在還沒有開發到那個程度 好那 大概講一下就是說 就是當有人在跟你的聊天機械講話的時候 Line會發一個訊息 就是Event的Jason 他會發給我們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是說我要先PASS他 那右邊這兩個淺欄 意思是他還沒做好 那所以就直接下來了 反正就是 我拿到這個Event之後呢 我會把它分成兩種東西 一種是他打了什麼文字 另外一種是這個人是誰 他在哪裡發這個訊息的 那他打了一個文字之後呢 我會把這個文字變成intern跟entity 就是說他這句話他想要幹嘛 他這句話的關鍵字是什麼 然後知道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們再去把這樣的東西轉換成 跟網站開發相同概念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一個 這樣講好了 再問一個問題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如果你是後端工程師 然後你是用MVC框架的請需種 那這樣子有點尷尬 這繼續講下去 反正總而言之 就是我把一個聊天機器人的request 轉變成一個網站的request 然後呢就是聊天機器人的request 通常就是說 就是說他有intern跟entity 那你把他轉換成 網站request的時候 他就變成是一個ui 跟他對應的參數 那就是這個人是誰啊 然後他開啟了哪一個頁面 然後他傳了什麼參數過來 那我們就把這個訊息 做出一個request傳給Rails 然後我用Rails做那個網站後端 然後Rails這邊就會做一個回應 那回應出來呢 這個內容我們再想辦法把它傳回給Line 就這樣 整個流程就是這樣 好 那另外一個視角就是說 User講了一句話 然後呢 Line會把這個訊息傳給我 然後我會pass 最後做出一個回應 然後再把這個回應回給Line 然後這樣子結束 好 那舉 這是主程式 誒程式就跳過不講好 那這個大家可以加一下 這個是今天本來要現場寫出來的 聊天機器人 大家可以先掃描一下 先試用一下 你說這次機器人會動嗎 會 對 掃描之後 大家 因為我現在 怎麼講 因為他只是一個簡單的聊天機器人而已 所以你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是 輸入一個斜線 或者是你輸入 目錄應該也可以 SK 什麼看 找不到 這麼尷尬 誒 喔不是 你跟他說斜線 現在有點尷尬了 那我先講一下 就是 對 總而言之 你現在操作的那隻聊天機器人 他是對應這個網站 那聊天機器人跟網站是 是一致的 那 你如果跟他說斜線 就是說首頁的意思 像斜線 這是首頁嘛 那你打了什麼字 基本上就是開什麼對應的網頁啦 那如果是目錄的話 應該是這樣 就是Menu 那你如果告訴 如果你跟他說Menu的話 他應該也是顯示一模一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試一下 應該有吧 有吧 Menu 那Menu之後呢 你就會有土度啊 土度按下去就是 因為我現在沒有 這是別人變好 所以我沒有辦法點 那如果你土度按下去 你應該會看到 對應的畫面 真假 誰可以給我拍一下現在想怎麼看 好嗎 那可能就是這樣尷尬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那我們就只能看畫面的 因為可能就是有Bug 因為我剛剛還在改 好 那大家就看畫面 那簡單 簡單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是把做聊天機器人改成做網站了吧 那做網站就簡單了嘛 大家都會做網站 那如果是好要握就是說他輸入斜線 我們先舉一個最簡單的他輸入斜線 然後我們就是要給他看 那 這個是在Rails裡面你要去指定說 首頁要去打哪一個Controller 跟他對應哪一個Action 那Controller的名稱叫做Home 他的Action的名稱叫做Index 好 那這個Controller 這個HomeController 你就是一個空白的沒有關係 然後呢 他對應的這個Index 就是 他的內容是這樣 那為什麼內容是這樣呢 這邊要講一下 就是index.line.rt 就是說 這個訊息是要 要傳回給line 那正常的一個層次 應該是index.html 對不對 html是網頁 但是這邊是點line 那我這邊示範一下 欸對喔 我有這個耶 那我可以用這個示範嗎 剛剛是說什麼 等一下 我用目錄給你們看 欸有東西耶 大家是 是 menu 這是menu嘛對不對 但是呢 我可以 點line 然後去獲得 他一個 怎麼變這樣 喔 你有裝套件是不是 欸 就是我可以點line 然後他就變一個json 然後這個json是那個line的 vlex message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點 在網址後面寫點html 那他應該會打到一個 他會去想要 render html的版本 但是我現在是點line嘛 所以他就會 render 給line的版本 那line就是他需要這個 東西去顯示 那如果是Tools的話 應該是這樣 所以你們應該會看到這個 欸為什麼我長不一樣 啊我知道我的call有bug啦 對我不想在這邊多多放一個 sorry 啊沒關係啦 好就這樣 反正 等下給你們看主片好不好 那 總而言之呢 就是我透過修改這個東西 去調整說 你現在是要顯示給 網站 還是你要顯示給 line 還是 那如果說其他平台就是顯示 就是其他的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這個格式呢 是Line要求的格式 就是你去Line的那個 message LineMessage API 的裡面 你會看到說 Line跟你講說 如果你要傳除文字的話 要這樣子 那反正他給你什麼 就在這邊放什麼 他就會傳出去 那 用起來感覺是這樣 就是menu的話會這樣 好 然後呢 我們如果要 做一個to-do list 要做什麼事呢 就是 reels有很多 那個generator 那他generator可以 幫你生成很多檔案 那你就要做的事就是這一行 就是說 我們要產生一個 我們要產生一組resource 那這個resource叫做to-to 然後他有兩個 欄位一個是name 一個是discription 那 你這一行下去呢 他會幫你產生 台灣產生 撈挺 然後controller model 跟view 都會生出來 那我的套件就是 幫你把那些點line的部分 都生出來了 好 然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樣 這個是 你們剛剛想要看 但是看不到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出入to-do list 然後你這邊看到一個flex message to-do list 這樣子 好沒有內容 那如果你要新增內容 你要按這個地方 那你點一下之後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leaf 跑出來 那這個leaf 裡面有兩個欄位 就是name跟discription 那你填好之後 按這個送出 填好 按送出 然後他會 這個按鈕 按下去他其實並不是 post的什麼東西過去啦 他其實就是幫你 傳這個訊息 到聊天機械這個地方 那這個東西就大家應該 應該看得懂吧 就是post 我要post 到這個網址 然後 傳了這個dason 在下面 這樣子 那聊天機械人看到這個東西呢 他就會去幫你做對應的事情 所以你就會看到 喔這邊多一個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點這邊 你就會獲得 這個按下去之後呢 你就會講這句話 那你講這句話之後呢 他就說 喔你要查看這一題喔 那我們在網 我們只能在網站上demo 不好意思 遮住什麼嘛對不對 然後呢 你都會有CR-UP 那如果是show的話是這個 show的話是這個 那 那我想要看Nine的 Nine會看到什麼 Nine就是看到 看到這個 因為Nine的版本他也是看到一個 一個 Facts Message 然後 你可以編輯他 那你按編輯就是 又再跳一個Facts 那個叫什麼 Leaf 跳一個Leaf 然後你再繼續編輯他 然後你編輯完他又是送了一個這個 然後你就 欸改了 這邊做的事情是把那個 HELLO的O刪除了 OK 第一個 好 然後最後就是 這邊這個叉叉也是可以點 因為你用Facts Message的話 你就可以讓他從頭到尾都是用點的 那這個叉叉用點的 好 那就刪除了 那這樣就做完了 也就是說什麼呢 你要做下面這些東西的 一直要寫這樣 就是完了 就做完了 OK 好 那查電器的話呢 就是 首先你要先加一個Louter 路由 你要先設定一個路由 就是說 當有這個Pattern的時候 幫我把訊息傳到這個Controller 跟這個 那這邊示範一下 你看喔 欸 不然你用什麼輸入法 可以換 怎麼換輸入法 那你幫我打 你打一個台北的天氣 好 好 台北天氣是 看為什麼會變色 好 那反正 那個 好 就這樣 台北天氣是29度 是怎麼做呢 就是 台北天氣剛好符合這個Pattern 然後呢 它就會到這個Controller 那它怎麼到29度呢 因為 就是鞋子的 好 好 那這個 大家那個查天氣自己去串API嘛 那我們這邊講 四條天氣線到底怎麼弄嘛 對不對 好 29度 那你這邊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 欸 Battern裡面會有location 那location 印在這邊嘛 然後temperature 印在這邊 那你就 你就算完了 所以 所以 在這個架構之下 你就 可以把 開發聊天氣線 當作是 開發 就是 當作是開發網站 所以你可以說 台北天氣 喔 這講一下 這邊後面有一個 括號Arts 就是 如果你說台北天氣如何 那它一樣會 會work 欸 其實現在這個聊天氣線 就是你們剛加的那支 應該是可以做這件事情啦 欸 因為它有bug的是那個土土 好 欸 講完了 講完了 好 謝謝大家 那 本來是要demo整個操作啦 就是 操作一遍 可是其實就是 就是好 加這一行 然後 加這一行 然後 本來就是要這樣 可是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還蠻簡單的 那做起來感覺是這樣 好 那跟大家講一下那個 對我剛講了半天 結果我沒講這個 就是有一個套件叫Kamigo 然後 然後 這邊有詳細的說明 就是好 那你要怎麼弄呢 如果你會寫Rals的話呢 你就是把這個複製 欸 怎麼弄 就是好 就是把這個圈起來 然後 直接就是貼到你的comment line上面 然後它就會generate一個這個 專案 然後CD進去 然後裝套件 然後幫你做好一組幅度 然後DB migration 好 都做完了 然後做完之後呢 你再改一下LOG 設定首頁 是什麼 然後你要在這個地方 裝一下你的 那個JavaScript 就是剛剛那個List 它需要的JavaScript 然後設定一下你的聊天機器人的 環境變速 然後這邊可能要參考另外一個GIN 我就做了幾個GIN 來搞這個事情 那LIF它到底是什麼 開的話 就是要看這個部分 然後你在你的聊天機器人 上面的Webhook UIL 就是設定這樣 你的網路寫線大 這樣就創完了 那創完了之後呢 這邊有幾個範例 這個MuscleMan 我們的逆甲大大做的 用這個套件做 那我這邊 欸 我剛剛做的是這個 那詳細的創命文件 這邊有 就是好 那 欸我們還要多久 好 那大家有問題可以問 反正就是 在這邊 欸 我們是支援開源的這個 聊天機器人社群 所以 大家有問題嗎 針對 針對CAMIGO的這個工具 那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聆聽CAMIGO 再來分享使用 Checkbox 來建置Web page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背後都歡迎 跟講者做交流 是 那我們掌聲謝謝CAMIGO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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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